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要财财经台的直播环节 先介绍我身边的嘉宾 是我们要财政券的事务总监郭司治郭sir 郭sir 你好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板块的消息 跟你跟进一下内房方面 见到今天内房来说 逆市向上 升幅来说个别的股份更加是非常之厉害 当中要素 恒大地产4条3 现在这一刻都涨接近1乘9 最近7.34 不如先跟进整个板块的表现 再跟你谈一下这个板块的最终消息 见到中海外 升至近4% 做32.2 华润置地 见到破了顶 见到现时做27.9 升幅超过6% 万科企业 升超过3% 做20.3 碧桂园 4.11 升红九指 升幅接近5% 世卯房地产方面 更加升超过2.5% 现在做18.08元 见到富力地产都升超过6% 雅居乐升超过7% 合景泰富升至近6% 六成中国升超过8% 现在做9.56 升幅最大 见到恒大地产 见到现时都做7.09元 郭sir先跟你谈谈这个板块的最新消息 说法国威方面 就指首季的房地产市场 有回暖的情况 见到法国威都说到整个行情 似乎好像复苏了 整个板块立刻震兴起来 先问你 对于整个内地方面 楼市方面的情况 先说楼市 是否真是回暖 接下来就是五一黄金周 可否对于到时的消息有些憧憬 我想会好些 因为近期股市升了这么多 有财富效应 况且很多政策 亦都看到中央政府 希望楼市或者楼价 在稳定当中持续发展 过去由于一些不明的气氛 令到内房的消息都欠理想 尤其是不少负责比较重的内房发展商 在那刻都需要在第三市场高息贷款 你知道如果高息贷款是短时间 尤其能够是过度的问题 就不是那么大 如果情况一拖长的话 老实说很多人都顶不住 不过从去年开始 减息下调银行准备金等等 显示中央政府也看到相关问题 最近这次更加下调了1%的银行准备金 是绝对有利房地产业的发展 好了 加上第二套房的按揭乘数 亦都下调了 亦都可以舒缓了销售各方面带来的压力 一众的内房股 因为一元的资产 大部分二线那些 尤其是市价只有三毛半或者三毛纸 折扬是很严重的 去到60到65% 最近来说有不少内房股 由低价回上来已经升了不少 直到现在这分钟 都是有折扬 但折扬的情况可能已经拉扎到 未必是30到35% 在这个节目早前也和大家分析过 内地的经济是要靠固定投资 和靠一个内需去拉动 所以说过固定投资 就是基础建计和房建等等 要保七的话 其实以往靠出口都可以很大贡献 但现在不能靠出口 即是要靠消费 要靠房产业和固定投资 这样说法 政策的下放是迟早的问题 我亦相信未来中央政府 真的会进入減息 甚至推出中国式QE板 目的就是通过量化 通过宽松货币政策 去稳定市场之外 亦都要刺激投资 刺激经济 要保七就真的没办法 一定要用尽一切的方法 有不少内房股 近期升了不少 有些在低价上来 已经升了一倍又多 有些低价上来 也升了50-70% 这是将折扬的情况 大幅度改善了 但是不是一个爆炸性的升浪 会立即马上开始 我看也未必 因为过去长期期的偏低 现在只不过将偏低的情况 略为改善 它也是偏低 但没有偏低只有那么重要 很多内房股低价上来 已经升了一个百分比 是相当明显的 到底现在再值不值得追入 就真的要看自己持创的能力 如果你说已经手持很多股份 那就无谓再添压力 况且大市成交还是比较少 但如果你说自己持货 不是太多 买些内房作中线部署 这个问题就不大 不过你要包容短期 如果真的市况有点反复 但内房股即使更强势 不可能不受影响 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大市所来 会进入一个 深厚的反复和深厚的整固之中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 对内房的看法 我看得比较正面 但不能够拿去做 例如像其他概念股份 或者一些券商股份 相提并论 券商股可以一个升浪 不要一个升浪 两天升20% 内房就比较慢一点 因为你买了土储 你又给利息 然后你建楼 两三年后卖出去 中间夹准了一些风险 余银政府现在是放的 你卖楼就卖得容易一点 余银前两年政府是在握 你卖楼那里便慢一点 你为了要减债 有时要减价也要买 所以对内房的看法 在低价我看得很正面 不过低位上来有些升了一倍 有些升了50% 到现在就略大中盛 早前我推介的很多内房股 已经到我目标价 甚至到我目标价以上 持货的只赞向上望 但你现在没有货在手 好不可以现在再追下去 真是两体 况且五月份初上的市 也不太不明 短期来说内房股股 我不觉得有太大惊喜 因为很多升了很多 今天恒指收报在28,133点 跌了267点 国企指数方面 今天要跌171点 收报在14,431点 大市成交有1,708亿 至于A股方面 看到山大指数都要向下 上证方面跌幅至近百分之一 跌了34点 收报在4,441点 深证城市14,818点 跌了53点 护心300指数4749点 跌了24点 看到港股方面的势头 其实都可以说 A股方面的指标性非常之高 不如时间和郭sir说A股方面 虽然内地股市 今天来说都反复向下 护心两市方面 今早辽为高开之后 走失得比较反复 虽然今天要跌 但在整个4月 其实上证方面 已经累升近两成 回来一点 其实担不担心 上升的石头依然强劲 怎么看来到5月的市 5月是比较难看的 包括A股和港股都难看 A股升了这么多 5月份能不能再上升 没有绝对把握 否则中正金已经两次 或几次说了A股的升势过速 一定是牛市 但希望是慢牛 慢慢上的牛 不希望是狂牛 颠牛的上升 因为一轮急升之后 高台的大成交一旦整固 其实杀伤量是很大的 当然相对于民间财富百多万亿来说 有时候不是说你不让它升 它就不升 到了后一个阶段 基本上是不理性的 你说你不让它升 它就照样升 它基本上不理你 资金入市态度是极度空航的 你说到一个消耗性上升 完成了 要买的买了 买凸了的时间 那一刻就算你说市 没事的要升 它都不能升 因为大家都拿齐了 下一个动作就自必然是沽 问题是赚钱走还是输钱走 看回香港股 今个月升了3663点 是相当凌厉的 今天是场外衍生公务结算 以现在的市况来说 当然今天是跌了一点 但相对整个月或者整个升浪来说 它只是属于高台的整固 第一我们看到10天平均移动线 如果在收市那刻跌穿了 或者跌穿了10天线超过两天 意味着市场可能会进入正常的消化和整固 这个大家要留意 在那一刻 比较具防守性的支持 真的要退守到今个月20日的低位 26,960点 不要忘记 整个升浪由3月12日的低位 23,677点 为何计在七个星期之内 恒指已经升了足足4,912点 急升4,912点 就算你不调整 你也要消化也要整固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分钟 要入市的不妨等等 我不是看淡市 我觉得市涨了这么多 如果你真的略为整固消化一下 对后市的发展更加有利 但如果你说在现在的市场 你不肯跌 你再推上去 那就要看成交金额 而今天成交金额 计算是只有1,600-1,700亿 其实是不够的 在现水平28,200 左近水平 过渡到5月份 不用多了 用一个计数机一计 下个月如果升多1,800点 指数已经是3万 相反来说如果跌15,000 回市26,000 到底是升多1,800 还是回1,600 现在这分钟是看不到的 先看10天线 指数如果要逐步向上推升 首要的条件就是 一定要穩守10天线流上 这是必定的事 既然再看看成交金额 如果成交金额足够的 够大的便推上去 如果成交金额不足够 市场就算站在10天线也没用 是属于有波幅没有升幅 有反弹没有大升 这些大家要留意 稍微看看 蓝筹股今天哪一只做得最好 看到华孕之地 1109升幅超过7% 成为今天蓝筹中最强 做得最差的下个中联通 编号762 看到今天跌幅接近6% 收报在14.56 这期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你郭Sir 和你做新报 提及各个股份 或者指数的相关资产 自己有没有持有 是没有的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节目 和大家见面